现代人争的是财产搞到家破人亡 古代人为了争王位 那可是争天下 那我们今天请到启逢老师 老师一定要来讲历史故事 这个古代皇室 那争到真的是 那才真的是血流成河 是 对 魏晋南北朝有个刘宋王朝 从开国君主以下 几乎都骨肉相残跟手足相残 对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话说这个刘宋的开国君主 叫做刘裕 那刘裕登基即位之后 做了一个分封 类似分封的制度 他把自己的兄弟及儿子 都派到地方上去证守 那这就让这些藩王 有机会咏兵自重 所以等他过世之后 他的儿子刘亦隆登基即位 就害怕这些藩王造反 就想说该怎么办呢 这样子好了 把我的长子太子 调回来经师镇守好了 这样他就可以成为我的后盾 但他万万没想到 杀了他的人就是这个儿子 对 那这个儿子叫做刘少 原本很有谋略 但也因为太有谋略 跟父亲发生冲突 因为他的父亲刘亦隆 想要北伐 他认为国家现在不可以 不要轻举妄动比较好 可是刘亦隆觉得 时机正好 我可以一举把它搅平 结果双方这样子发生冲突之后 偏偏刘亦隆又一意孤行 还打输了 那打输之后 他就对这个儿子存有疙瘩 那存有疙瘩之后就觉得说 干脆把这个儿子刘少废掉好了 结果这个儿子刘少知道之后 为了保住自己的太子之位 直接带兵冲进宫里面 把父亲杀掉了 杀父亲 对杀自己的亲生父亲 所以你看争夺王位到这种地步 然后他就随即登基即位 但是这种杀父夺位之人 怎么能让天下人幸福 所以大家在那边议论纷纷 所以后来他的三弟刘俊 刘俊就起兵联合各地军队 来讨伐这个哥哥 所以后来顺利把他的哥哥干掉了 那自己登基即位 可是这样的一个骨肉相残 手足相残太惨烈了 所以当时金师还流传一句话说 前见紫杀父 后见地杀兄 你看 真的很惨了吧 可是这只是一开始而已 因为后来整个刘宋王朝 都陷入这种骨肉相残的轮回之中 对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讲到 刘俊登基即位之后 那他为了怕自己的兄弟 也效法自己 分别杀了四弟 六弟 十弟 十四弟 怕第一来杀我 所以我先把他们杀掉 是 对 而且不只如此 他还非常欢迎 那每次太后在宫中无聊 就找一些贵妇来聊天 她就会找机会冲进去 看看漂亮不漂亮 漂亮 像圣梅这么漂亮 好 来来来 到我的农床之上 那就直接把人家灵性了 把你带下去 对 后来他有四个堂妹 一起来找太后聊天 他又冲进去了 一看四个堂妹都好看 统统一网打尽 乖乖逼他们就范 对 然后这四个堂妹的父亲 是他的六俗叫做刘玉轩 那你说这个刘玉轩 怎么能够容忍自己四个女儿被欺负 所以他这个时候就起兵照反 要讨伐这个刘俊 刘俊很实辣 一开始还想说 这样子好了 我干脆把我的皇位让给他 这样就可以让他气消了 是旁边的人跟他讲说 不要急 你现在就算把皇位让给他 他也不能气消 打打看 打赢了就没事了 打输了 对 打输了 你再让也不迟 然后他想想 有道理 好 那我就派人去打 还真的打赢了 对 那打赢之后 他就没放过这个六俗了 把六俗一家人全部斩草除根 但是留下四个堂妹 通通纳入后宫 对 那纳入后宫之后 他特别喜欢二堂妹 那所以他就很想要 娶她为妃子 可是同姓呢 这传出去很难听 所以他想到一个办法 他叫这个二堂妹 认一个姓英的大臣做义父 这样子他就改姓了 所以他就变成英淑妃 那他也因为爱乌及乌 所以后来特别喜欢 跟他英淑妃生的孩子 叫做刘子鸾 那所以后来喜欢到什么地步 想说干脆把自己的长子 废掉之后 来去把太子之位给他好了 所以这就让原本的太子 刘子叶非常不爽 那刘子叶后来在他父亲死后 登基即位 第一个杀的人就是 姓英的 他的那个姓英淑妃的弟弟 对 刘子鸾 所以你知道刘子鸾在临死之前 对左右沉痛地说 我愿我的来生 不要生在帝王家 就可以知道 他对这种手足相残 有多么的深绝同恨 哎呦喂啊 来来来来 爱飞老师 什么新做的人 斗起自己人 特别狠 有些人真的 在外面就俗拉屁 然后对自己人特别狠 那么请观众朋友参考一下 太阳星座 月亮星座 还有上升星座 那我们今天有特别强调 这个暗斗的部分 到底这个人呢 长得人模人样 但是他内心里面有那么暗斗的特质 我们要来看月亮 有上榜的朋友呢 可能你在跟人家在 在特别是跟自己人起冲突的时候 手段会特别的凶狠手辣 首先我们来看第三名上榜的 太阳 月亮 以及上升星座 如果是落在摩羯座的朋友 要特别小心 摩羯座的朋友呢 可能会是一个 斗起自己人特别狠的一个星座 尤其是在对同事的部分 摩羯座呢 他喜欢用命令 严厉或者是苛求的方式 来去要求自己的同事 因为对摩羯座来讲 他是一个比较重视效率 比较重视一个业绩 比较重视一个成果的人 如果他的同事 特别是自己单位的人 特别自己的同事 特别自己的下属 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标准的话 那么摩羯座绝对会 用最严厉的方式来去苛求 甚至会去苛扣他们的一些 这个薪资奖励 来去要求或逼迫 所以如果说你的上市 是摩羯座的话 你自己皮要绷紧一点 因为他绝对会是一个 斗起自己同事 特别心狠手辣的主管 那我们再看 第二名的朋友 太阳月亮以及上升星座 如果是落在双子座的朋友 他也是会斗起自己家族的人 特别的心狠手辣 那双子座的人 是在哪一个部分呢 是对家人 特别的没有耐心 而且没有这个 而且又是嘴巴又特别贱 双子座呢 大家都知道他能言善道 有时候呢 在斗自己家的人的时候 他并不是需要用这个手脚 不需要用武的 他用文的 你就会觉得说 哇这个被逼迫的就是 让你自己呢 觉得被家人批评的 就是这个身体就是遍体鳞伤 所以双子座在斗人 斗狠的时候 他往往那张嘴 让你会觉得说 哇跟他讲话 或跟他斗嘴 绝对是自己会立在一个 比较失败的这一方 再来看第一名的朋友呢 斗起自己家人 特别狠的心作的 第一名呢 是天蝎座的朋友 那我们这边现场来宾呢 有我们的陈老师有上榜 陈老师呢 可能熟读历史故事 所以特别知道 如何去斗自己的家族啊 朋友啊 都有些历史的范本 那天蝎座的个性来讲 他是属于对情人呢 他是属于记恨 而且爱翻旧账的特质 如果说你的家里面的另外一半 或者是你的伴侣 如果是曾经交往过天蝎座的话 你就会发现 他们在有时候在跟你在翻旧账 或是在跟你记恨记仇的 这件事情上面 你往往会觉得说 哇他们真的是 不要跟他们斗嘴 不要跟他们吵架 免得呢 他们又要把这个过去的一些 发生过的一些 各种那些细微的事情 金钱啦 感情啦 或者是一些这种旧事啊 又要重提 那有上榜的朋友 摩羯座 双子座 以及天蝎座 都是逗起自己家人 都特别狠的新作 给大家做参考 年轻人你在迷惘吗 听我一句话 少奋斗三十年 让老师帮你指点迷津 从躺平足变成人生胜利主 跟着心向 趋吉必凶 让我为你面对面算命 年轻的朋友 想让命运好好玩的 大师帮你算命吗 详情请上 点书官方粉丝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